Nitianandam 大家好 我是Mani Tia Chantana的 帕姆斯沃汉第三期的学员 这里分享帕姆斯沃汉第三期上课的一些情况吧 这是这里分享第二天的内容 第二天大师讲一些关于什么风水啊 占星树啊 这一类的知识 这一类知识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都蛮有诱惑力的了 因为有预测的功能 或者是了解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 对我来说也是充满了好奇了 大师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是像在听故事 我一般来说听课啊 是属于那种弧度型的 像大师说你上课不要记笔记 他说你的笔记证物圆满了 你没证物圆满 我听进去了 所以上课一般情况下是不记东西的 就这样子听 听的就是一种 更科学的科学吧 不同于我们通常在学校里学的 那个所谓的科学 那些科学才是迷信啊 听大师讲这些东西 才是过往以为是带有迷信性质的呀 或者是天方夜谭啊 或者是特别是像我工科的学出 学工科的这种理工科的那个脑袋 很坚硬 逻辑性很强 然后现在被大师颠覆过来了 颠覆 在某种程度上 还没有完全颠覆过来啊 我希望能够真正真正的被大师改造成 把原来这种逻辑性改成一种 大师所说的宇宙逻辑 就是多元逻辑 多层逻辑 多 我们通常的那个逻辑叫二元逻辑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多元逻辑了 希望真正能改造成多元逻辑 那么通过这种课堂的学习 了解一些这一类的知识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了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尽管了解不可能靠一天的课程 和大师的这个点化 真的全部都都把它融会贯通 或者真的就成为一个占星师 或者是这个风水师 但是实际上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 因为大师点化之后 你就有了这方面的下载这些知识的能力 你就应该拥有这些知识 但是不尽人意的是我做不到 我还没有经过这个点化就做到 但是我相信有一点 我相信就是大师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播撒下了这种种子 让我们在这个种子不断成长 给它足够的养分 让它有一个良好的土壤 生长空间的话 它发展的最后长大成成材之后吧 应该是每个人都拥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我们拭目以待吧 反正就不管不说这个种子长大以后怎么样 但是至少是这个时候 去听这样的课本身 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一来是在改造我们的那个原有的那种 固有的一些逻辑的东西 二来真的是 以更科学的视角去了解 真正的科学是什么 通过这样的课程去了解 什么是真的科学 很有趣吧 这里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你点人的